接着拍摄,这里开了一个array叫SIJ array是什么意思呢? 例如S23就将所有由R11到R23住的人加完 所以S23就是这个框,11121321223,11121321223的人口加完 留意它永远是由11那格开始加起的 就像下了口钉那样的,但是E的IJ就会变 好,先拍了,他就问你S33这一格是多少呢? 我们再稍为check check Sarray那些number 是不是确认了这条公式的写法呢? 例如是S11就是将11这格加到它,S12就加两格 即1112加到它,所以加1而已 S13就是加了111213,0加1加2就是3 这样就对了,5就是0加1加2加2加2 加5了,语出来看,33就是夸起E格 这里有一个9公格,我们直接抄底了 即0加1加2加0加1加3加0加0加2 即是做一个很简单的加数 答案就是9了,写了9字在这里 好,接着到Part D了,另一个人叫Mary 就用另一个方法加起SIJ的Values 就是靠加那些AdjsonValues 举例题目,现在还有S56这一格,未知多少 本来很简单,就加了这里这么多格 即是R11-R56,这么多格的数字加好它就可以 但其实这个过程可以make use of现有的SValues都可以 为何这样讲呢? 刚才我们都看过,譬如S13,为何是3 就是E到0加1加2 S14是5,就是0加1加2加2 其实S14只不过是S13 再加上这一格,加上R14只有加多一格 所以其实一个S其中某个Cell的Value 其实可能用回AdjsonValues 已经可以透过加减去运算出来 Part D就要找S56等于这里减什么呢 就是R56 这个是不可笑的,我们画在图上 二二一格 接着加S55 S55就在这里了,54 但是我们对R 看关系,S55 就是这里我挂着这么多格的Values 上格,就是紫色这里 你看到这两格加起来 已经占了R大部分的Sell的Values 只是差这四格,就是这里 打动这四格 为了填补这几格的Values 这里再加S46 S46 即是这个54 其实我们要对R的Value RValue S46 加蓝色这个框 很明显你会见到蓝色这个框 是这个框架的 所以选择这个 其实就是 紫红色和蓝色 这两个 长方形 重贴的Values 就是S45 好,CD和Part D加上三分 更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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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